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年第四季度到2021年第一季度会推出10英寸到12英寸的iPad 目前从尺寸和更新时间来看很有可能是新一代的iPad Pro 最后一款则是2021年上半年会推出15到17英寸的MacBook 将拥有超强性能和显示效果 为专业人事而设 郭明基早些时候的研究报告还提到新MacBook Pro会采用新设计 苹果可能会在13英寸的MacBook Pro上增加32GB的内存选项 就目前的情况看来 最大获益者可能是那几家miniLED投入比较大的厂家 毕竟现在已经有miniLED的少量面板出货了 不知道苹果能不能带动这一行业的发展呢 需求也是推动科技发展的一股重要力量呢